老師現在很紅包棍 但是我覺得他大學給我一個很好的哲學 到現在 人生 政治 權力 愛情 金錢 你要有能力走得進去去追求 你更要有能力走得出來 我覺得這樣的是 所以說不用去把 你沒有那個啊 有那個啊 不然會怎麼樣 你這樣講的話 你怎麼去說服在野去公家當作 你的遊戲規則 你怎麼沒有在野出去 市民會告訴我們 有市民來決定 有民調 他們自己也 我相信他們從現在開始在做民調 他們也在觀察這個問題 他們自己也會看 你怎麼說服 國民黨或說服選民說你比他們好嗎 我沒有 可能有比我更好啊 市民決定的 也許我認為我比他更好 可是市民認為某個人更適合啊 這個政治的東西不是自己決定的 現在很多公民團體 他們一起要來參與 都考 我們都是開放 包括民調的方式 你們有不同的意見 都可以提出來啊 我是覺得 去找到人民最單純的聲音 由他們來決定 那你確定 要不要選高中市長 或任何去議員 決定大概是誰 我們希望在 我們這七月 你八月初 我們就自己就做這個民調 因為這一次 不是一個支援戰爭 這一次是一個民心的戰爭 已經人民都已經有答案 只是找不到出路 找不到各種可能 所以說已經不是在提支援的 所以只要把這個訊號 訊息 能夠讓人民收到 他們自然就會 一個月兩個月就可以知道 但我們希望讓其他人 還會觀望的時候 我們再給他時間觀望 但是我們自己走 然後我們希望有三個月到四個月 讓他們準備好 也讓市民準備好 讓自己想一想 那要問你自己 再往下 不排除 任何人包括 小黨的時代力量 基金車 包括上團體 在台北 在台中 在高雄 只要願意談政治 談民主 談公民 談我們高雄的未來 我都願意去 善經班也我們都去 所以說 沒有排斥任何人 我覺得不要去 把彼此又劃分什麼 分類 我們的核心利益 都是共同的利益 我們先面對自己的生活 我們的未來 跟中共的挑戰 大家只在罵 罵中國豬 但是你有募嗎 沒有募 我覺得大家一起來 一起出來 你有什麼話 你有什麼習慣 大家作為講啊 跟公民最重要 說你剛主張 你的價值提出來 但是 你的選擇 你要負責任 你不要做些 就好把人的事 不要來這一套 跟年齡 跟審極 跟黨派都沒有關係 我們這次要拆穿所有的 這位政治的 一個開場 也有什麼能力 要啊